那么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当做好一个视频 结果一看上面全是水印 logo这种水印 或者当你想要用一张图片的时候 结果发现下面全是水印 前前很多做自媒体的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小游儿在给大家分享几款比较常用的 AI去水印工具 那么它可以帮助你轻松去除掉图片和视频里面的水印 你不用PS 很多朋友可能都怕 因为我们不专业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使用PS 你不会 那现在其实很简单 AI就能帮我们去除水印 并且几秒钟就能搞定 那如果你和我一样 平时也是做自媒体剪辑视频 做电商图 或者说做一些AI视频教学 那么这几个工具呢 一定能帮你省下很多时间 好接下来我就会一步一步的讲清楚 每个工具的一个特点 适用场景优缺点 那最后还会分享一下它的实际使用的注意事项 最后我还会使用Tiger来展示这个AI的工作流 看看怎么用 用AI去生成讲解画面 再搭配去掉水印的工具完成一个视频 首先其实我们现在几乎每个很多内容创作者 他都需要去水印的工具 因为我每天接触的一些素材图片 视频模板大多数都是带有平台logo 像这样子 微丢 它会有一个版权的一个标识 但如果说你想剪一段出来 参考 或者说接一张图来当封面图 但是水印就看起来就很不专业 那么首先第一款工具 就是这个Watermark 这里所有我用到的相关的一些 给大家讲解的工具呢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和字顶评论 大家可以找到链接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小鱼常用的工具 大家都可以在描述栏找到 这里你可以打开我的视频 鼠标往下滑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一个描述栏 点击更多 那么下面就是小鱼常用的一些链接 这里如果说你想跟小鱼一起学比特币赚钱 你想要去注册OE或者BIN的比特币交易所 都可以 这里都有相关链接 那么你也可以在视频的描述栏也可以找到 这里有一个评论字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展开按钮 这里也有跟小鱼一起学比特币赚钱 如果说想要学习理财的朋友 也可以来关注 下面就会找到我讲解的一些链接 OK返回来 那英文不好的朋友 你可以在你的谷歌浏览器里面 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 它是一个中英文对照版本 那么这款工具呢 它其实非常简单好用 很简单可以看到在这里你直接去上传图片 这我上传一张图片 点击上传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它正在处理图像 OK这个是没有处理之前 这个是处理之后 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logo 这是logo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没有了 所有的logo都已经几个logo 这个几个嘴印全部去掉了 那无论你是文字logo或者什么角标 它都能处理的相当的自然 这个看起来完全没有 一些不好的工具的话 如果说你去除之后 它这里会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残缺 有一些白点这些 会留下一些印子 但这个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 处理的相当的自然 这你就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同时可以看到它这里还可以移除背景 还可以提升质量 这里它不仅是对图片 上传图片可以 并且它的一个视频也是可以的 那我这里来带大家演示一下 我这里直接点击上传 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视频 PDF图片这些都是支持的 这我们可以直接上传一个视频 这里点击个五秒预览 它正在分析视频 下面我们可以看它处理好的 有视频有水印的 可以看到它直接都会帮你处理 这个就是处理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已经处理好了 那我看到这里面的水印已经没有了 这个是有水印的 可以看一下 右下角这里是有水印的 处理完之后呢 这上面是没有任何水印了 看一下 这前面的水印都没有了 没处理的这些水印 这款工具真的还不错 那这个也是它最新的一个版本 可以看到它是新品发布 它这个里面是可以 可以去除掉视频的水印 并且它会逐增修复被水印遮盖的一些部分 这款APP它是完全自动的 不需要你去圈选什么 有的大家知道有的 你还要去圈选哪些区域 这个完全不需要 它自动会跟你识别到 那么即便是背景复杂的一些图片 它也能用AI自动补权 修复的几乎是完全看不出痕迹 这个它非常适合日常快速处理图片 比如说电商图 素材封面 或者说需要干净背景的一些色媒图 对于创作者来说 也可以拿来清理片头片尾的水印 或者logo 非常的方便 相关链接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找到 那么第二款工具 它叫做VMIC AI 这款工具它更全面 它不仅能去除水印 还能AI修图 抠图 换背景 视频里面文本移除 比如说有的视频里面 它下面是有一些脚本的 你可以把这些文本移除 视频的水印移除 视频转文字 音频转文字 视频背景去除工具 等等 它里面功能真的非常的强大 那我特别推荐做社交媒体内容的人 比如说短期 短视频的一个剪辑 商品展示图 或者说AI生成素材 那它的视频去除水印的功能 非常的强 比如说像你做一些什么TikTok呀 IG 你在IG上面去下载的一些视频 只要你上传进去 它就能自动的帮你去除平台的一些logo 这是操作 这里的操作界面 也非常的简单 这里你直接点击 这里 你可以点击托放上传 一次呢 最多可以上传三个文件 还不是一个 可以 一次可以上传三个文件 那这里我就直接 简单测试一下 点击这里来上传 还是刚才的这个视频 那这可以看它在快速的处理 这里已经 能看到已经 已经处理了百分之百了 一分钟不要 是一个上传识别 下载 整个过程真的不超过一分钟 它这里可以看到 它会第一 这是圆图 它这里正在处理 这可以看到 有一个智能去除 有一个去除水印 还有一个去除字幕 那有的有字幕的 你可以用它这个功能 这个就对于很多去下载的一些视频 你想不想要它的字幕 完全就可以使用这个APP OK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有Video的logo 下面还有一个logo 那么这边明显这里面没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 logo完全没有了 这里面logo水印没有了 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我发现它去除水印后 它的画面质量保留得很好 几乎不会变幅或者变色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还支持 一次支持 最多可以上传三个文件 相当于还可以批量处理 这点对经常做图的博主 或者设计师来说 其实这个是非常实用的 那左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降噪器 视频背景去除器 视频放大器 视频和音频转文字 等等 AI收掠图 这里面功能真的非常的多 建议大家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来试一试 相关链接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和视频评论区 你用AI的话 你用这个AI 你可以和这个Hizen来搭配 比如说Hizen来生成讲解人物 再用这个AI工具 来清理背景素材 就能快速拼出完整的一个视频教学 视频 教学视频 Hizen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AI视频生成器 那这个后面再给大家讲 这所有链接 大家都能在视频描述栏找到 下一个工具呢 是这个pex本.io 相关链接 在描述栏去找 大家可以在描述栏去找 那这块呢 它更像是专业级的一个工具 除了网页端 它还提供一个API接口 它非常适合电商网站 素材平台 或者团队使用 可以批量上传图片和视频 一次性去除 一次性自动去除水印 pex本呢 它适用于深度学习算法 对于复杂的背景 修复能力非常的强 这比如说我随便上传一张图片 让它去除背景和水印 这点击生成 它里面这个pex本呢 它的功能也很多 比如说AI背景去除 AI图像放大 AI去水印 AI头像 去除图片中的噪点 文本转图像 那这个工具 它主要使用的是一个深度学习算法 对复杂背景的修复能力非常强 比如说一张产品图的水印 压过产品边缘 它也能精准的识别到重建边缘 这里比如说我来试一下 它的这个AI去除水印 上传一张图片 这我点击上传一张图片 上传一张图片 这里需要验证一下 非常完美 这儿 这个右下角的水印就没有了 这个AI工具它也非常的厉害 比如说你的一张产品图的水印 压在产品的边缘 它也能精准的识别到并重建边缘 这个我也试过 它的智能背景修复功能 真的非常不错 并且这个PaxPan 它还支持一个视频文件处理 可以导入长视频 它会自动识别 诊断你的一个水印 这款工具更适合 有一定内容量的创作者 比如说课程剪辑 电商摄影 或者图库网站 你可以通过它 把整个素材自动清洗一遍 提高使用效率 这款工具大家也都可以来看一下 最后一款工具叫Hepa Hepa 它是一家老牌的视频编辑软件公司 它的在线版就是主打一个字快 打开网页上传视频 框选水印区域 AI就会自动修复 整个操作就像在手机上涂抹一样直观 我可以看到这里水印 直接快速的就把水印给你去除的干干净净的 视频里面的水印 所以我特别喜欢它处理视频上面的表现 像你要做抖音 YouTube短视频里的一个 脚标时间戳 它都能给你去除干净 无需安装 可以看到直接在线就能使用 那么快速的从视频中移除不需要的人物 水印文字商标等 并且它支持多种格式的一个视频文件 几乎什么都能导 只要你什么视频都能往里面导 对于经常剪辑或者二次创作的视频博主来说 这个工具特别的实用 画面还原度还很高 几乎不会出现明显的模糊或者色快 那它里面的功能你可以看到 AI视频增强器 AI照片增强器 AI视频翻译水印去除 背景去除 这里恢复抹佛人脸 恢复旧照片 上色并恢复黑白照片 恢复这种褶皱的照片 恢复风景照片等等 这种彩色化黑白 修复 它里面功能真的太多了 下面是一些去除 AI去水印的一些工具 那这个APP 之前小月也有讲过 这个APP其实挺好用的 这些工具其实它都可以 大多都能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在这里小月也要提醒大家 去除水印的 并不等于你拥有素材的版权 AI工具它在智能 它只不过帮你清理画面 但不改变素材的版权属性 如果你素材它不是你自己的 比如别人拍的视频 收费图片的一个图库的一个照片 即使你去除了水印 仍然会设计到一个侵权 所以建议大家呢 只处理自己拍摄的 或者有授权的一个内容 平时做视频的朋友 你其实就可以通过 比如说像这个 Evadio它的视频 如果说是免费版本 它导出来 可以看到它这里面 其实都有一个水印存在的 看到这里面都有一个水印 下面一个水印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考虑来使用这些 视频去除水印的一些工具 或者说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黑震 黑震里面它的功能也很多 比如说制作视频头像 语音动态 照片图像 AI配音 文本转视频 图片转视频 等等 你可以把你转 转成的一个视频 那再来去除一个水印 最后用简印搭配音乐 给它配成一个完整的短视频 这个黑震 也是一个老牌了 它里面其实功能非常的多 它除了你看 视频虚理形象 语音动态 照片头像 还有视频翻译 AI虚理 形象 生成 AI配音 文本转视频 等等功能非常的多 比如说你要用它的这个 AI视频制作工具 讲一些什么 制作一些小视频 你就直接点击这里开始 这里登录一下 还整 用你的邮箱登录就可以 登录进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项目 我们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创建 那我们来创建一个视频 这里你可以将你的任何想法来 生成一个视频 比如说这里 我们用一下GPT给我们一个提示 不会写提示 你就直接交给GPT 好 这随便拿一个提示 把这个尽量用英语字点击去生成 AI成现在功能很强大 你可以把你做到制作好的视频 有水印 你就可以用其他的工具 把水印给它砌出 这把脚本给我们再理了一下 推理了一下 我们点继续 这里视频正在生成 OK 这视频已经出来了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男生给一个女生送花 这我们来看一下 OK 这就是 我想告诉你 确实下面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下面是有孩子的水印 我们接下来就直接给它 点击下载 点击下载 接下来用这款工具 我要把这个水印给它去掉 直接给它拖进来 点击五秒预览 这里需要登录一下 这里直接点击五秒预览 它就会分析了一会儿 就会帮我们去除水印 我这里点击全高清影片 那么同样我也使用这个 同样我也使用这个 看看哪个处理出来的一个效果 更好 这里显示正在处理当中 好了 可以看到这下面的水印完全没有了 这个还整了 这下面就没有了 放大给它看一下 来 下面的水印可以看到它是完全没有了 这个工具也可以 你可以 它这里是有一个 下载五秒预览视频的话 是免费的 如果超过五秒是需要收费的 如果说你是做的是长视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升级计划 一个是免费的 还有一个价格也比较实惠 看一下 按月每个月只要9.99美金 按年付 一年下来才69.99 如果说你长时间要做视频 要去除一些logo水印之类的 那么你可以考虑年付 它是可以商用的 直接年付包年就OK了 价格也不贵 那么这几款AI工具的相关链接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大家都可以来试试 你觉得哪个好用 用哪个 好了小鱼儿的视频 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对AI赚钱感兴趣 或者说你对比特币挣钱感兴趣 你想要了解 大家都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找到相关链接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